民眾到洛杉磯韓國城品嘗美食 除了遠近馳名的韓國料理之外 不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還有一家新開的下午茶店 主打多樣的亞洲甜點還有美食 由於風味獨特又好吃 加上有多位韓國花美男店員 親切的服務 一開幕就受到民眾的歡迎 兩層樓高的落地窗 將和蔼的午後陽光 均勻的灑落進來 一旁來自各國的美酒 一瓶瓶的堆滿整面牆 這裡就是韓國城最新潮的下午茶餐廳 誰說在洛杉磯市中心 找不到好吃的下午茶 只能到比佛利 也就是這一句話 讓韓裔老闆Brian下定決心 要開一間人人都說讚的下午茶店 不重要是誰 我希望他們來和愛沙特 我可以把很多東西帶來K-Town 因為你們知道 人們喜歡吃飯 喜歡文化 喜歡音樂 享受娛樂 享受人在身邊 這就是我創造的愛沙特 一份份精緻下午茶端上桌 每一道都是老闆Brian的巧思創意 有把美國家庭常見的三奶蛋糕 加上一顆顆鮮奶油 口感多層次 還有韓國烤牛肉沙拉 透過韓式烤肉手法 逼出上等牛肉的香 再搭配上新鮮蔬果色澤豐富 不過最讓老闆Brian自豪的 卻是這道特別飛到台灣辛苦學來的蜜糖吐司 包含他對台灣人的深深感謝 因為我剛才從台灣到台灣 兩星期間 我感覺到很舒服 我感覺到很愛 因為台灣人 我沒有知道他們很友善 食物很棒 所以當我去到那裡 經驗我感到很驚訝 所以我帶了一些菜式 我配合韓國菜式 配合我們的客人 不只美食選擇多 追上歐洲人吃下午茶時 也熱愛品酒的生活習慣 業者更積極申請到酒牌 提供顧客來自世界各地 60種以上的酒類選擇 是韓國城地區少數幾家 能喝酒的下午茶店 我們有雞尾酒 是一種甜蜜 它是燙燙的 它是燙燙的 但它並不太甜 只要甜蜜的甜蜜 可以吸引得很容易 你會吸引它 當你吃 讓你吃到新鮮 讓你吃到新鮮 我們吃到新鮮 我們吃到新鮮 讓你吃到新鮮 讓你吃到新鮮 而堅持吃美味的下午茶 用餐環境舒適外 更需要專業的服務團隊 帥氣的服務經理特別站出來 鼓勵年輕人勇於前來應徵 從接待 說明到上菜 都虛心用心的學習 一起打造澳人的服務團隊 融合亞洲各國特色下午茶的全新餐廳 貼心結合甜品 剪餐咖啡和美酒 加上面面俱到的服務 要讓美國民眾下次拜訪韓國城 留下一段愉快又難忘的美食回憶 中文新聞用至彭迪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